我们来看一下第53到54题 53到54题呢是选一个可以放在括号里的 然后回答问题 然后第一个是看题目 题目哪个最合适呢 第54题呢也是选一个与下面内容相符的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原文 7月怎么样 开门开张开业的意思 然后呢 这是一个名字 健身房运动中心 儿童游泳教室 他要新开一个儿童游泳教室 教小孩子学游泳的 在7月要开 然后呢 是什么游泳的教师 教游泳的老师 他们需要这样一位老师来教课 然后呢 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看一下 给小朋友 有这个教过小朋友游泳的这种经验 有这种经验 应该要有这种经验才可以 而且呢 上课 是什么 每周 星期三 星期六 下午的下午游客 所以呢 有兴趣的人呢 在5月31号 要把这个申请的材料呢 以妹 这儿后面写了一个以妹 用邮件发送给他们 他们要找这个老师 所以呢 有兴趣的人呢 可以陪他们发邮件 这就是一个招聘启示 我们一看招聘 招聘启示 然后看那题目应该用什么呢 第一个 请来学游泳吧 这个是不正确的 他们是要招一个游泳老师 第一项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是 是要找一个游泳老师 所以呢 答案是二 确实是这样的 第三个是 与小孩子一起来 请与小孩子的小朋友一起来吧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第四个 他们新开了一个游泳的教室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呢 并不适合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 题目呢 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呢 是要找游泳老师 所以答案就是二 看一下五十四 五四题呢 是选一个与这篇文章的内容相同的 刚刚我们已经看过文章了 相同的 申请呢 是五月末 五月末申请 就是末的意思 五月末 我们看一下 这儿写着五月三十一号 确实是 就是到 截止到五月末 所以第一项是正确的 看一下第二个 它这个教小孩子游泳的这个教室呢 已经很长时间就有了 已经有了很长时间了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是七月 刚要开始 现在还没到七月 然后第三个 一周一礼 是什么 一周一次 这个也是不对的 周三 周六 两次 刚刚已经看到了 第四个 这个申请的 是什么 材料 要来到这个 Sports Center 你的要直接过来 交材料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 可以用这个 Email Email 邮件 发送给他们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就是 一 看一下 五十五 五十六题 然后呢 五十五题呢 是要可以选一个 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合适的一项 然后五十六题呢 也是选一个 与原文内容相符的 那我们就要 看原文的时候 就要画出重点的 重要的信息来 然后看一下 先看一下原文 K字是吗 季节 季节 Pakida 变换季节的话 自然的这个 色 颜色 也会跟着变化 그리고 什么 都 什么也会跟着变化 什么也会跟着变化呢 观看第一句是不知道的 看一下下面 下面肯定是对这句话的解释 春天呢 蓬蓬 跟春天的花 差不多